局级干部一万多 正好我的亲戚他也失能了 他失能了以后呢 人家进行服务 人家就拿到这六百块钱了 那您来讲您要靠子女呢 我的子女都离着我远 他们都在上班 这话又回来了吗 不就这六百块钱吗 算了我不要了 那您这每月不是多六百块钱 不还都能买点吃的呢 是啊 最起码那个尿垫就解决了 是我老伴 这已经厂业都这样了 哎呦 您老伴多大了 八十六 意识清醒吗 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您这好负担挺重的 怎么那您这还得照顾您老伴啊 我老伴现在就住医院了 长期住医院 为什么呢我照顾不了 底下插尿管 上头插食管 饭都吃不了了 那个要不好了还老打点滴 这弄家里怎么弄 我管不了吗 我管不了啊 您就一个孩子 俩呀一闺女儿子 儿子在唐山上班 闺女在北四环上班 我在这住 你说都没到退休呢 他们 我这家里头怎么办 那您顾保姆呢 顾保姆这些问题也解决不了啊 保姆能去给大点滴吗 哦 是 所以就长期住院 那您这阳老大爷怎么样 我们都够吃够喝就行了 我是五千六 那大爷呢 他多 他是研究室的主任 对吧 局级干部 医院多 是啊 所以我就 他住院这点钱 这钱够了 我也就不申请这六百了 明白这意思了吧 我就说我老伴这耗功夫呢 耗时间呢 那您呢 我就坐轮椅 自己坐轮椅买菜 他们这人都知道 坐轮椅买菜 自己做饭 可难了 对自己做饭 自己做饭 那不自己做饭 我再故意保姆 没想这事 没考虑过就是什么养老院吗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 不考虑养老院 为什么不考虑养老院 因为养老院呢 它服务不行 服务不行 我的父母 都在养老院走的 您对这个比较了解 对 您想吃什么 他跟你做吗 他不做呀 对不对 有了档次高点的 档次高点的 你不得钱也得高吗 那一万多的那个档次高 说有一个是能够说 把房子抵押 然后在养老 就 我这个房子抵押 是我那个孙女跟我一块住呢 他上哪路去 我抵押了 那您这孙女的多大了 我孙女26 那您这养老还是靠您孙女的 我孙女已经失业快半年了 他原来在上班 好工作 好工作吧 结果整个是一磕屎 匆匆的辞退 然后给了三月 不是两月的那个 给的那个失业金 是 完了 就完了 那您只能是 帮您孙女帮把手照顾您啊 对呀 我现在就为什么 这孙女我不敢放手啊 是啊 我要磕了碰了 什么摔了 全都得他办呀 我还在旁边有衣人 那您给您孙女钱吗 不给 哦 我给他钱干嘛呀 人不是现在有全职儿女吗 就是儿女招呼父母 完了靠父母的退邮金生活 我孙女啊 她虽然说是失业了 嗯 对吧 她自己在网上也挣点钱 哦 有本事啊 哎 她在网上也挣点钱 是啊 挣多少不知道啊 是 咱们不能问 还是对您也好 对我也好 那您到时候对话 还把这房给您孙女 那肯定是啊 她养我 我都不给她给谁啊 大妈幸亏有一好孙女在身边照顾 但如果孙女要上班了呢